美好家園共堅共享 2017年,政府继续加强土地管理 依法处理宣告失效的土地个案 全力推动公屋建设的同时 及时跟进私人住宅楼宇图则的审批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继续贯舍屋为主,径屋为父的公屋政策 优化社会房屋申请及分配的工作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 不断完善公屋质量监管机制 科学合理地考虑各项民生、市政等方面的设施配套 本澳现有公屋单位47,774个 短中期规划兴建约12,600个单位 其中包括在伟龙马路可见公屋的数量 而在长期规划方面 将会在新城A区兴建28,000个公屋单位 明年将会完成房屋需求前期研究报告 并在这个基础上启动公共房屋长远发展规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